观众朋友一起来关心天气 周末假日如果你今天要出游的话 我们带您看到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中南部的天气会比北部都还要好 六日两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此在我们的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还是会有些微的雨势 而中南部少部分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 但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要到下周一各地的雨势才会增加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度了 今明两天带您看到 温度还是维持在大概是13到15度的温度 普遍早晚都还是偏凉的 但是要特别提醒了 下周二冷气团要报道 所以这温度可能会到达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强度 温度低温相当低 可以看到像是溜滑T一样的往下掉 这周二中部低温只有10度 而在北部11度 南部12度 特别要提醒在沿海空旷地区的观众朋友 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这个温度会在第一个1到2度 而且这个低温的感受上是相当明显的 日夜温差尤其会特别大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也要提醒您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准备了